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是蕾蕾 我叫林辛瑞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第一个让我接触到舞蹈 我妈妈 我妈妈以前那个年代 她们经常会在一起跳舞 然后我妈刚好她们那个妇女组 就是有负责到我小学的 课外活动的表演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教我 民族舞 到后期接触到流行舞蹈 街舞的话是我14岁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中学那边有举办舞蹈比赛 然后学校那边就会派我们参加集训 舞蹈集训 就是从那个舞蹈集训那边开始 喜欢上舞蹈的 大概1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我的 启蒙舞蹈工作室 然后那个时候她们有一个女团 是马来西亚挺有名的一个女团 叫Dankologist 然后我自己的启蒙老师 她也是这个舞团里面的其中一个队长 从里面开始就是接触到他们的文化 接触到街舞文化 然后真的才开始喜欢上舞蹈跟街舞这一块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会觉得舞蹈可以成为我的正直 那时候那个选择是比较被动的 就是家庭的关系 就是刚好在我要升学的那个阶段 我的家庭就是发生一点经济的问题 但在那之前 其实我就经常有接触到 舞蹈再给我的一些额外收入 可能有出去表演啊 就会有一些小收入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有一个想法是 舞蹈这一块是不是真的能让我赚钱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比较想要解决当下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本来是要升学的 但是后来还是我去说服我嘛 就跟他说我如果做这个决定的话 我决定把舞蹈当我的工作的话 我就一定会用舞蹈来赚钱 就是要他不要担心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他是很反对的 其实我在几年前就是 还没有开舞蹈室之前 我还是有一些遗憾觉得我没有去念大学 就是蛮大的一个遗憾啊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医生啊 牙医啊工程师啊 然后我现在还是跟大家都很好 但有时候你在他们念大学的难难期间 就会觉得说自己跟他们有一段 呃在沟 好像没有共同话题 因为大家都在聊一些校园的话题 然后就觉得好像跟他们没有话题可以聊 那个时候就其实蛮失落 我就觉得放弃学业这样子 呃那个时候来到新加坡是因为 呃新加坡金沙那么那边 有一家大型夜店要开了 然后他就他就来自信我的那个IG 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新加坡表演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好到一个 可能瓶颈 就又想往外走看一下 又觉得说如果我再不往外走 不再出去外面看一下 可能我过了那个年龄我就不适合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是这些种种原因 促使我过来新加坡 那时候表演在金沙那边吗 大概做了一年多 然后因为COVID 呃那些可以表演的场所都关掉了 新加坡这边其实有一些学生他们认识我 然后他们其实有经常一直叫我自己出来教课 然后他们说想要上我的课 然后就那个时候也是挣扎蛮久的 因为毕竟齁那时候是疫情嘛 然后我又一直在想说 如果我真的辞掉像金沙这样搭公司的一份工作 稳定的工作我不知道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回来 然后不知道我还可不可以回去表演 也不知道我去教课的话 在新加坡我的学生会不会很多 但那时候就是觉得我继续留在金沙 我没办法跳舞我会很痛苦 然后就开始去一些本地的舞蹈教室 问一下看有没有人要请全职老师 其实是那间本地舞蹈工作室 他先来私信我 所以从那边在他们那间舞蹈工作室 大概做了大概有一个十个月到十一个月左右 后面自己出来开舞蹈室的原因是因为 跟那个舞蹈室的负责人 我们意见上有些不太 就是没办法在同一条线上 算是拿掉蛮多积蓄啦 算是啦 但是也没有说掏光啦 就是因为舞蹈室他 你要说他花很多钱其实也不是啦 但是其实以一个舞蹈员自己 要投资一间舞蹈室要开一间舞蹈室 其实花费来讲其实还算是蛮大的 所以我这边其实我的舞蹈室他 比较多在照收的其实八十八千到九十八千都是零基础的 他是零基础在我这边上课 到他现在可能就是你知道看他们现在上课已经 已经可能你看得出他可能有一天可能会跳得比我更好 我的理念是这样啦我想要就是 嗯 普罗大众都可以跳舞 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实现 我要经济独立的情况下还可以很开心的跳舞 其实为什么我想要开舞蹈室 其实你如果真的想要一直跳舞的话 如果我没有经济去支撑我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件就是你可以一直做的事情 所以你想要一直跳舞还是要一时无忧啊 那我我就是想要就是 在一时无忧的情况下以后还可以一直这样跳舞 在我的身体跟精神都允许的状况下还可以这样一直跳舞 其实他就是我现在目前比较想要做到的 唯一 ��안 继续 继续